清风一号小麦,马家沟芹菜,中天一号紫花木屑,近年来航天育种的一大批新品种已走入市场,进入民众日常生活。 在山东青岛马家沟芹菜示范园日光温室内,木质索及结实绿油油的水晴,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芹菜的清香味。 2008年随着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成功将清风一号小麦,马家沟芹菜,黄浦西瓜和樱桃西红柿等四种作物的两种送上了太空。 目前我们航马二号在田间的表现比较均一,产量比较稳定,母产在一万斤左右,然后色泽黄绿,空心脆筋,特别好吃。 相较于传统的马家沟芹菜,航马二号芹香味更加浓郁,但是产量稍有不足,品质更好。 在甘肃兰州,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摄药研究所牧草育种基地内,牧须破土长出新鲜的绿芽,以牧草之王著称的牧须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优良,各种畜情均洗食。 我们从现在做牧草航天域种到现在,我们总共培育了有三个牧须国家新品种,包括我们的中天一号紫滑木须,中天二号紫滑木须和中天三号杂滑木须。 这三个品种是现在咱们通过航天域种审定登记的三个国家基牧须新品种。 除了芹菜和木须,在呼伦贝尔农肯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林实验站,上过太空的小麦和油菜种子也在这里进行检测和选育。 我们2003年的10月份和2005年的8月份,分别搭产了第18颗和22颗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对小麦的12个品种和油菜的14个品种进行了太空的优变。 小麦的话呢,它就是分离类型较多,完了太空又变之后呢,隐性基因表现出来,猪高呢,有高有矮,完了苗比较壮,长势好。 航天域种也叫太空域种,是让种子搭乘返回式航天器进入太空,利用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等特殊环境诱发种子基因变异。 种子返回地面后,在选择可遗传的优良变异,用于培养优质高产多抗植物新品种。 1987年8月,中国第九颗返回式卫星首次搭载水稻、辣椒等种子,开启了我国农作物种子的太空之旅。 航天域种的新品种成果不仅品质优于以往的品种,近年来也成为各大城市的市场热销品。 去年我们马甲沟芹菜销往了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西安、郑州、北京等地。 去年我们一年的销售量在400吨左右。 在牧草、林叶等领域,目前三个牧区国家新品种,也已经在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以及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地区推广种植。 咱们草类植物种子最早是在1992年开始进行空间搭载。 我们团队目前从神州8号开始到神州9号、神州10号、11号、12号、15号、16号飞船、天宫1号飞行器、实践10号返回日卫星、新一代载人飞船、嫦娥5号等我们总共有12次飞船搭载。 目前搭载草类植物种子近100分左右。 一颗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距离成为真正的太空种子还有很长的路。 漫长的选育过程中,产量、抗性、品质、市场价值等每一项都要过关。 培育出比较成熟的品种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咱们的种子从太空返回之后,首先我们要进行地面筛选。 对种子返回的种子我们在地面种植之后筛选出有益的突变单株。 举着有益的突变单株,我们进行连续四代到六代的选育研究。 之后等它性状稳定,某一个性状,比如说高产,比如说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这样的特性稳定之后, 我们要经过品种比较实验。 也就是说是我们要和其他的现有的市场推广的品种进行做比较,看它的优势在哪里。 之后再进行区域实验,在不同地区进行种植和同时进行生产实验。 这样连续完成这几项研究之后,才能审定登记成品种。 水稻、小麦、蔬菜、牧草,未来一批批希望的种子将成着神舟飞船升空,实现批量化航天育种。 我们今后的育种方向,我认为主要就是要培育一些产量高,粗蛋白质含量高,同时具有耐盐碱,抗汗这样性状的一些品种,寓于咱们的生产中。 同时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在牧草种植中,既可以有经济价值,同时也可以有改良土壤的生态效应。